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5号 就是下午3点10分左右 交易日 我还是给大家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讲一下这个 这个大牌和这个板块啊 因为我们已经给近期这个 四季度啊 四季度的走势 给大家做了一个定论 我们看一下就是 他能不能符合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结论啊 能不能符合我们 我们的这个计划 我们看他每天是不是符合 第二个呢 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我个股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有些风险事件啊 给给我们这个股市带来的风险 其实我经常给大家强调 风险风险 其实我们很多 咱们的粉丝朋友 其实意识不到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拿一个案例 啊 郭柯威这个案例 我经历的这个 给大家讲一下 他的一个风险的这个 这个危害性 其实咱们就是玩一个收益和 风险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艺术 其实科学可以说是一个啊 那么今天呢 咱们开始第一个问题吧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呃指数 上升指数 大家看今天呢 就是 主线板块 他只启动了一个半导体 还是上午冲高 下午就回落了一些啊 那么基本上都是复现的 你比如说医药 大家能看到 中药 化学 制药 生物 制药 前面都是啊 呃 基本上都是医药啊 医药走强啊 因为我给大家说过 医药走强就是 呃 因为昨天出来这个 医药素的这个采集什么的 再加上就是主要是 医药板块 调整 他到一定程度了啊 就是因此说这个 副线板块 今天为主啊 祖先就启动了一个半导体 上下的祖先 你像汽车啊 什么电子制造啊 呃 这个 电器设备啊 什么的 都是流出的啊 电器设备就是光伏啊 当然光伏呢 今天有一些利空的消息 你比如说龙几股份啊 他的一个一个电池场 一个角落着火了 虽然说 呃 对他的影响不大 但是这个都是风险事件的一个 源头吧 因为咱们并不知道这个龙 龙几股份他能着火 对不对 这就是说风险的一个 就是不可预测性啊 就首先上证指数呢 在这个位置 呃 因为我这两天都给大家说了 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呃 用一些数据啊 就是我经常看盘 用的一个软件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大单阻力线啊 昨天给大家直播呢 我也把这个类似于 通胎性里面的啊 也给大家这个指标 也做出来了 陆续给大家去 再检验一段时间 再给大家放 就是这个风时 这个看得很清楚 这个呃 早上起来以后 呃 流入一点 完了就开始流出啊 这个资金就 阻力资金开始流出 流出的时候 等下午反弹的时候 他那个资金 并没有明显的流入 仍然是流出的状态 因为说这种单边敏感 基本上呢 就是今天的指数 就是一个阴险啊 但是今天的阴险 收的不是很大啊 那么好在就是什么呀 我们的两两个板块啊 两个就是维持大盘的板块 一个是银行 呃 一个是呃 我们的这个同胞送票了100啊 他的跌幅都不大啊 因此说大大盘 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地方呢 我给大家 其实给大家讲 我现在正好位于 这个筹码分的上沿 他往上 就要把这 这些人解的 解套 这些人就13%在做啊 那么往下呢 你看这下面 筹码分下沿 有在这个位置有支撑啊 在这个我给大家讲过 这个50点下 往50点这儿是有支撑的 因此他这个位置 就容易发生正当 往上他就要把这些人解套啊 实际上 当然我们的机构 最希望的是什么呀 最希望的是上面这个 你看这上面还有多少 20%多的筹码 那就是说现在 按今天的收盘价 被套的 大概20%多 他就希望这些 20%多的筹码 在就地割肉掉 完了他再拉上去 因此说那这帮人 割不割肉 不割肉 那你就一直在这正当 对不对 还有总结是什么呀 如愿以偿的 如果有大行情 他就会让这些人 获利 让他泡了 完了再往上拉 但是这种可能性 目前来看 不是很大啊 你说上升指数 现在就是一个 弱势正当的一个地方 祖父线 我给大家说过 祖父线的这个来回正当 基本上就是按照 咱们这个思路来的 应该说大家 还是按照我们的方法 就是大家 都不在底仓 两边坐 哪边找 坐哪边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风险 就是风险 我就不给大家讲大道理了 给大家讲一些 这个实实在在的案例 因为今天 昨天 那个 应该是他昨天 就咱们今天早上的凌晨 他昨天晚上 他的傍晚 老美那边有 有包出一个消息 有制裁这个 上市公司 大概 公司大概有十几家吧 国内 涉及到上市公司 有两家 一个是这个郭柯威 一个是这个 国动量子 就是 具体 他们和 有什么原因 我就不说了 他们这个 老美很霸道 咱就不 不讲什么原因了 因为这个国动量子 我就不说 因为他688的 因为他已经跌了 跌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因此说 他今天出来以后 跌的不是太大 但是我们再看 另一只股票 就是郭柯威 就是我 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给大家 讲这个风险呢 就是 在讲风险的时候 我不想给大家 讲那么多大道理 就是说 什么风险 是不可预测的 什么风险 是不期而遇的 风险是 怎么着的 什么 我就不给大家 讲这种大道理了 大家呢 就是 我们通过这个 一个走势 一个走势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风险 大家看啊 我给大家画一条线 我们就一定要明白 这个 在高位 他下跌的风险 下跌的风险 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 这个 很简单一个数学 简单的一个 小学数学的一个问题 其实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大家 我在这个 按这条线 就是他这个跌停的 这条线 大概189 好 能说老师 你怎么这么熟悉 这只股票 因为我这只股票 是从80块钱 一直做到 150到180之前 跑的 完了 他现在又上了 我留了100股 我留了100股 这一天跌4000多的钱 一天就跌4000多 大家看 我们看一下 他一天的跌停 跌了我们几天的涨幅 123456 789天 就是 好不容易涨了9天 一天就给你跌没了 因为什么呀 大家看啊 就是同一个数字 你比如说这200这个数字 他往上涨的时候 涨到240 涨到20% 是吧 但是你在240 往下跌的时候 就快了 就说 因为他 我给大家讲的 为什么不一样 他基数不一样了 你想 这个 你看190 200块钱 涨20% 才220 才当这 但是你240 你往下跌20% 因为你的基数大了 因此说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 咱们经常 这个做账号 我告诉大家一个 一个技巧 就是你记住了啊 如果一个账号过来以后 假如说 我们按照这么高算啊 这是百分之百 为什么私募基金里面有红线 有的是20% 有的是30% 是吧 因为他为什么有分控系统啊 他 他意思就是说 一般的就是 通用这个数学的计算 就是如果你这个账号 一开始就亏损30% 或者20% 那么你又还有可能翻本 那么当这个 你这个账号亏损到50%的时候 亏损到50%的时候 你再翻本就很难了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假如这是一个100万的账号 我们亏20万 就是还剩80万 我们就往上做 还有可能 当我们亏到50%的时候 我们就只剩50万了 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 你从100万亏到50万 只是50% 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 但是你从50万赚到100万 你是100% 你的本金越来越少了 那么你一想把这个钱赚回来 那么无非你就会使用一些手段 纵仓移植个股 等等的 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就会出问题的 因为说我建议大家 就是大家在账号初期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 在账号来的时候 就要把握住这个风险 把这个风险控制住 不要让自己的账号就一开始 包括你具体的每一个个股上 不要让自己的账号 比如说你设置一个底线 20% 我们只要是我们做的每一只个股 每个账号 亏损不超过20% 就没关系 那么好东说了 我很多人满仓做 我给大家满仓做一只股票 你肯定是有危险的 就是肯定会很有风险的 那么好东说 我们满仓怎么办 你可以满仓四五只股票 满仓四五只股票 当然这个方法也是风险很大 如果你四五只股票都赶上跌的话 那就完了 因此说 它就是一个概率 因此说 相比较来说 你满仓一只 肯定比你满仓五只 风险小 因此说 我们假如说满仓五只的话 你就记住 每只股票控制它 不要超过20% 就说 大家记住 你做交易 我们先学会控制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就是止损 你这个止损 这上面是个什么 止盈 对不对 你看郭克威就很明显 对不对 大家都从200起 涨20% 它才涨到220 如果从240跌 它一把就到了 你再涨两回才能到呢 这个一把就到了 因此说我们也知道 这个盈亏比 一定要大约等于一 这个止损你要控制住 你这止损老控制不住 无限大这个止损 我们很多散户做交易 止损的无限大 因此说你就不好玩 因此说大家记住 这个东西 好像郭克威业绩 没问题让明天再来跌停咋办 对不对 因此说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风险怎么去控制去 郭克威说了 老师你怎么不怕 因为我毕竟 因为就上了100股 我就想看看 它能涨到多少钱 因为我没有想到 它能涨这么高 因为它上次 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就跑了 因为我不可能想到 它能涨这么高 因此说我就留了100股 今天我一看 它一跌停 亏4000多 因此说我建议大家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风险控制好 不要说在口头上 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中 这样的话 你的账号才有可能收益呢 我不想给大家胡说八道 今天的时间关系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